大家看到這幅圖 最下面白衣服的頭向長的是女人 即是有兩個男人制服她 需不需出動兩個男人 這不是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不重要 很多網民留言不是去指責 偷麵包在大圍地鐵站 麵包店偷麵包的女人不是去指責她 反而是指責那個男人 我們看看那個男人做什麼英文怎麼說 主要是一個英文的頻道 她在說她白色上衣的女兒犯 就蹲在地上 即是squat on the ground 一名穿黑衣的男子從後面跪地 用力將她按住 用力按住她 你看到很多幅圖她是按得很大力的 按那個動作我們最好就用個pin那個字 本來是大頭針 即是緊緊地去將她 put under control 大家還記得美國就 Minnesotas那裏發生暴動 就是因為有個客人被警察使用過多的暴力去制服 他就是警察就pint him on the ground 並且就是pute his knee on his neck 並且用個膝蓋跪下他的頸 令到他suffocated 窒息死亡 很多讀者留言都指責A哥 首先講一下黑衣的男子 他在這裏就沒有說她是一個off duty的警員 也都不是那些 plainclothes policeman 應該是一個熱心的市民 去目擊罪案發生 而是出手去捉住那個疑犯 這個疑犯他的標題 香港另一個標題說 疑犯斷政 涉嫌盜涉斷政 那個英文就叫 she was caught on the spot 或者she was caught red handed 隨便 那這位男子 即是他 是看不過眼 目擊罪案於是及時制止 in a sense 是好的 是吧 那他那個字就叫 vigilante is a vigilante 即是他不是uniform officer 他是一個普通市民 一個civilian 去做一些警察做的工作 去prevent crime 但是現在很多網民就質疑他 是吧 偷麵包 沒錯 是偷竊的行為 你偷麵包 什麼人會偷麵包呢 我沒得吃我就去偷麵包 聽清楚是沒得吃就去偷麵包 如果是stuffing你就去偷麵包 去消除你的飢餓 這是一個basic human need 甚至是一個basic human right 我可以這樣說 我沒說他對 但是那個in proportion 比例上那個制服他那個力量 是不是excessive了 是不是in excess 是不是過份了 是女人來的 你捉住他 有個網民說 你捉住他就行了 是吧 所以這位男士 黑衫這位男士 我們就說他overseller 那次就兩個字加起來 overseller 就是過份熱心 過份積極